顶着成龙儿子的光环 有一个明星老爸一路保驾护航 房祖明的事业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顺风顺水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大腕老爸的关系 房祖明往往也让我们觉得老像一个长不大的大男孩 但是其实人家早就开了自己的公司 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而且在看似乖巧的外表下 房祖明也有着一颗不易让人察觉的事业雄心 2010年房祖明接手一房子娱乐公司 正式成为老板 别看公司规模不大 人手不多 但每年突破2000万元人民币的营业额 还是让房祖明本人和妈妈林凤娇相当满意 生意蒸蒸日上 房老板自然出手阔绰 大方成了房祖明公司员工对他一致的评价 因为我每天拍完戏就要吃好的喝香的 他不能只有我 旁边他们坐在隔壁不能只看着 我就说还顺便也要给你们 就是对啊 一起同有福同享 爱开玩笑的房祖明在公司里是老板 公司运营虽然很少参与戏之末节 可说到本孩演戏 房祖明常常毫不谦虚地以前辈自居 如果想去演戏 你有不满意的地方 你就会去跟他 我刚才讲 你这样子太慢了 你直接给 反正要直接给 要不然就慢了 自从2004年接演电影千机变二以来 房祖明已经参与了17部电影的拍摄 而看似目标计划性都不强的房祖明 却在一部部电影中慢慢积累能量 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 因为他再也不想成为活在成龙光环下 永远被照顾的小房子 那自己有没有想说 好 我找一部真正 就是我喜欢的 会会 之后一定会 我很想要 不管是短片还是长片 因为我做人家的棋子 做了他 你就时期不闻的 对 我叫的棋子 因为我爸在打工的嘛 都是去 然后打完工拿钱 就啊 谢谢 手印来一下这样 做个访问 那他的电影很好这样 但我没有说 真正自己的电影 所以 我说实在 你说我最喜欢自己的是哪一部电影 我都会说 我都是电影 都是人家的 不是我的 那我之后 就想要做这种 这种 有这种权利的 蛮好的